好,這首歌是叫做自由之聲,Haria,就是自由的意思 好,那在場的歌我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其實這一個報告,這個分享其實是濃縮了我從2011年的1月25號一直到今年的2011年的8月 就是有很多政治的政變,政治革命,政治運動,甚至人民的一些聲音 就是短短時間其實很多的東西沒有辦法慢慢的去細說從頭 所以我是接著接著接著這樣子去呈現 那當然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或是想法或覺得意見的話 可以歡迎大家可以提出來這樣子,謝謝 大家有問題嗎?還是已經累得睡著了 很沉重的一段分享 吳欣大哥那你先講話 好,各位,埃及旅遊也是有一個問題 有啦,我在別的場是講埃及旅遊,革命的照片就兩張 那為了今天的那個分享就是重新來過這樣,就是 對 如果北人去旅遊都很胖的,我會來,為什麼你去旅遊很想 對,因為其實我在當地對當地的食物其實不吃硬 所以我都不是不吃,我就吃泡麵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就到處跑嘛 所以我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就變瘦了10公斤 另外他去的地方看起來都很具有挑戰性 對,我一方面減肥是為了讓我可以快速逃離現場 這是開玩笑啊 第一年還蠻圓的 對,第一年 對,第二年 我覺得很悲慘 對 然後其實 你會在 你在當地其實因為整個交通有色 然後 空氣汙染 然後 環境很吵雜的情況 其實你 天氣又很熱 其實你有時候就不吃,你也不會覺得不舒服 你頂多就在床上躺著休息 然後等你做好心理準備,你在外出這樣 我在外出 對啊 各位 這是真的 而且 文來或者很多地方都可以講 那不然就講 你早就去文來 文來你知道嗎 還沒啦 不然的話也可以 我們有去過啊 有啊有啦 但跟今天主題要沒關係 好喔 愛情 像我在當地 欸對不起 有問題嗎 那我就不要再講一些八卦 好 請 請 請 像妳老師 就是穆希當選 以後 看看 人民的聲音 還是他的現況 有 那 其實人民 有一半是支持的 因為他們覺得說 既然穆希被我們選為 就是四年的總統 我們這時候應該要給他全部的權力 讓他去做事情 但是就 左派 以及其他的社會政黨 是反對的 他們認為穆希比前穆巴拉克還要更貪腐 因為他們根本是現在跟歐盟還有IMF國際貨幣基金 借了大量的那些巨款 然後都是用來建設穆斯林兄弟的基地 以及穆斯林兄弟的那些房地產 還有那些佈局那些商業 然後現在的編輯國家頻道或是國家報紙 也都是跟穆斯林兄弟親近的團體或是個人 像有他聘請了一個法官當他們的法院部長 然後同時也聘請那個人的弟弟成為另外一個部長 所以其實就是不必親啊 他等於說只要你今天支持穆斯林兄弟 我就讓你有那個機會 但就人民來講 穆斯林兄弟為他是直接提供實質的就是賄賂物資 他就是直接去鄉村發放所有的柴米油鹽醬素茶 就讓那些人民覺得 欸對革命之後穆巴拉克之前他們都不管我們 然後革命之後穆斯他提供那麼多的物資 讓我們就是有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所以現在狀況就很兩極 然後就我們的朋友或生育團一個是感覺就是愛情已經沒救了 就是很兩極的兩極的聲音這樣子 那會有比較個人的就是會有一些年輕人就是下山然後去做一些教育或是藝術系統 其實一直都有 然後埃及其實最嚴重的問題說其實他們的那些藝術家或是文化人士他們不是由學院去塑造出來的 他們都是自己有天賦或自己有那些老師或朋友 應該說朋友或者是亦私亦友的人去讓他們發聲的 因為在學校教育從小學來說好了 他們老師上課第一件事就是問說誰要晚上要來我家補習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開始看哪個學生打課 所以我再來聊天頑皮就打 然後第三件事他就是在看報紙 然後一堂課就過了 所以我的很多朋友他們上大學 他們念那些系跟他們未來都沒有關係 然後他們都不用去上課 因為老師可能也不會來 然後來的話如果遇到比他聰明的學生他會處罰那個聰明的學生 就說欸他就說老師你教錯了 然後說你比我聰明嗎 然後就打他或者是把他趕出教室 所以我剛剛有提到說大學教授到對底層的司機或是人民他們都出來抗議 就是因為整個制度都是不完善的 然後那些藝術家他們會到就革命之後藝術家其實都聚集到廣場 因為在廣場上面國際媒體或是更多的人才會到這邊去看說埃及發生了什麼事情 反而是說很多鄉下的人他們會來到解放廣場去看說到底埃及怎麼了 對 現在還沒有那種潮流是其他人下鄉去服務 因為整個埃及的那個就是他的那個國路很大 然後交通也不是很方便 然後有時候遇到罷工火車就停止了 對 抱歉 你嗎 我嗎 對啊 我有幾個問題啦 第一個就是我今天看到很多的確是跟革命的激情很 我覺得很大文一下很深刻的分享 但是我覺得歷史上面也告訴我們革命往往會讓人覺得很失望 不想吃法國 俄國 中國 很多人激情過後 這保護網都會留下的是一連串的挫敗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很多事情可能並不是革命那幾天就能夠完全改變的 那不過我是很好奇是說 剛剛你也有提到說 莫巴拉克他這種代表是比較溫和派的穆斯林 是基本教育派 所以說在以前好像被受到歐美的一些勢力的支持 那在革命當時有沒有其他外國勢力在沸騰 因為我覺得這應該是有組織的 還是說大家各自為政的運作 或者有沒有什麼革命黨或什麼之類的外國勢力在運作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可以先回答 那我才不忘記 OK 好 對 你的懷疑是對的 就是在革命25號開始一直到28號 就是穆希總統 不是穆希 布巴拉克總統把所有的對外的通訊網路 切斷之前 美國跟歐洲是支持穆巴拉克的 他就說好 那我給你一點時間 那你如果能夠壓制人民的話 那你就 我們不會透過媒體或是其他的那個聲音去管理 但是28號之後 政府就是全面的切斷所有的對外網路 也就是說 基本上你今天外出了 你沒有機會跟家裡報告說 你是不是能夠回來 所以在那時候 那個美方的人權團體 他們就出來跟美國政府抗議說 現在埃及發生這件事 你們政府所謂的美國自己是為警察國家 你們怎麼可以做事不管 所以在那時候美國的說法 根據各方的說法也認為說 美國自認是民族國家 那在他看到圖尼西亞革命成功的 那他們覺得說 埃及人已經就是 他的那個 透過那個網路畫面 整個結犯廣場聚集了數百萬人 所以他們相信說 埃及人已經壓制不下去了 所以他們就跳出來說 對我們是民族 我們支持埃及人 對很現實 就是利益這樣子 那當時有很多記者去採訪 然後就還 就是去結犯廣場 還說他們被信招勞等等的 就是有很多的方式去 去說埃及人怎麼樣怎麼樣 那當時就人民的立場而言 就我剛才提到我的法國畫家 只要你是外國人 他就會對你就是 你是匪諜 你是間諜 就是不要靠近我 今天是我的國家 我自己做主 就算你再怎麼厲害 你再怎麼有資源 就是你不能插手 所以當時我們很多的美國朋友 走在路上革命的時候 他會被軍隊就是拿槍之密 那同時也被人民丟石頭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在 就是革命真的進入最巔峰的時期 其實是外國人 他們是受到 不管是軍方 或者是當地人的歧視 他們拒絕說 我們今天要做自己的主人 這樣我回答到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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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其實也是有點擔心 如果說 一個溫和派的政權倒下來 那麼極端勢力 像是 不要擔心 像什麼恐怖主義啊 或者是 在海灣區 像燒票啊 那些很保守 然後又很 基本教育派的伊斯蘭分子 會不會掌權 然後會不會真的把埃及 傾向改變成另外一個 很深綠的 伊斯蘭那這樣子國家 因為我最近也看到 利比亞也發生 美國大使館 發生那個 美國大使被殺死 對 然後那個 好像這些 基本教育派 越來越 我覺得越來越活躍 那你剛剛又講說 掌權後的沐沙 又是一個 穆斯林兄弟會 那這樣子 可能對中東世界 因為他們就跟以色列那麼近 會不會又有更多的 不安全 危險的影響 好 就事實來說 穆希 其實是在美國 接受大學教育 然後他在美國生小孩 所以他的孩子 其實是美國人 那在 在他當選總統之前 他其實已經到白宮了 然後跟政府達成一個協議 就是假如我今天 當選總統的話 那美國你要支持我 雖然你過去是支持穆巴拉克 所以 就在總統大選之前 其實 就穆斯林兄弟會來說 他們已經就是 去擺脫所謂的 宗教政治立場 他們是以利益 官方的利益去做訴求 所以 就這部分而言 埃及是不太可能 變成沙烏地阿拉伯 或是 那個 敘利亞 或者是那個 燕門 因為就 某董斯林 他又再度跟美國掛鉤了 對 那剛剛你提到說 利比亞的美國大使 就是被殺的事件 那你們知道為什麼 他被殺嗎 因為 是因為 當時有一部影片 叫做天真的穆斯林 是由一個埃及的基督徒 在美國 籌資五百萬美金的一個成本 然後 在美國拍攝一部官語 就是 去污衊 穆斯林的那個 的那個先知 穆罕默德 在那部影片裡面 穆罕默德變成一個登圖子 也就是專門睡女人 然後到處就是 他的第一個信徒是一隻女子 所以這部影片 就擺脫所謂的政治立場來說 就單獨以你一個信仰者 不管你是哪個信仰 如果以穆斯林來說 他們看到這個影片 當然會很輕聲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 不尊重我的信仰 就是撇開所謂的政治 或你支持歐美 就不用管 就信仰來說 你是污衊的 所以這部影片很快的 在美國上映以後 然後就傳到了利比亞 那利比亞人民當然是 不可以 不可以冷氣突生 對於穆斯林來說 他們所信奉的先知 就是穆罕默德被這樣的污衊 對如果今天 如果是釋迦牟尼佛被污衊 或等等你所信仰的那個人 被污衊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樣的行動 那利比亞就是這樣的典型 就爆發了 你就開始屠殺美國人 那這場火又連燒到埃及 那幸好是埃及 並沒有爆發像利比亞這樣 去燒美國大使館 他們就是選擇就是跟 在美國大使館抗議 就要求說美國政府出來道歉 那美國希拉蕊當時 他是負責整個那個 國際的和平等等 他是大使嘛 那他就出來說 這部影片不代表美國的官方立場 那是個人的那個行為 那我們還是尊重埃及人 所以這部分的火才災下來 不然的話 在利比亞發生那個 美國大使館被就是被毀的時候 整個埃及將近有一個月 是很又再度革命這樣 就是人民開始說 美國人滾出去 就是你們太報道了 這樣 不尊重我們的武化 我們的宗教 對 大家可以去看 天真的穆斯林真的很扯 然後他限制 像現在是被限制 就是埃及跟利比亞不能受看 因為他一看那個人火就來了 真的我不是穆斯林 然後我看的時候就 喔!怎麼會這樣 就是很汙蔑嘛 對啊 還花了巨額的長 然後還在美國上演 對啊 對於如果今天你不是一個 穆斯林然後你只是 完全沒有世界觀的人 你看到這部片 你還會真的相信 欸那個 莫函默的第一個信徒是 一隻女子 對啊 請問 爸爸媽媽媽有沒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太 好 請 現在的理由嘛 你講理由 因為他 進製他 他有很多 那種很古老的東西 對 那現在跟以前 現在的女兒界 女兒 女兒狀況嗎 對 還有一個狀況 還有原子筆 一次原子筆 可以換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 就帶了原子筆去 換了很多東西回來 他們為什麼會喜歡原子筆 好 好 那就是問關於理由的事情 OK 那旅遊業現在就是非常的恐怖 就是你現在如果你 你是單身一個人到金字塔 你會被綁架 我所謂的綁架 不是把你之殺人或是熱索 而是說他會有十幾二十個生意人 會包圍著你 要你跟著他走這樣子 然後就把你拉去他的商家 我這樣講不是很誇張的原因 是我的朋友 還有我自己帶朋友 或我朋友自己去 一台計程車進到金字塔的門口之前 然後所有的那個商人就像那個鬼一樣 就把你計程車包圍住 然後他要求計程車司機把車窗拉下來 然後手去控制方向盤 然後威嚇計程車司機說 我們都是埃及人 我們今天都活不下去 快開車門把這些西方的旅遊客 旅遊客讓給我 這樣子 很恐怖 然後就算當時我是請我一個朋友 埃及朋友陪我一起去 然後狀況也差不多 就很恐怖 那因為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局面 很明顯就是因為革命之後 埃及其實還是很動當不安 儘管他是所謂的文明古國 五七年的法老文明 或是尼羅河文明 但是他還是某部分去赫止的 就是遊客他對於安全的那種 的態度 所以 旅遊業某部分其實是 還是很當的 但是我 我當時覺得說 為了要促進埃及的旅遊 所以我還特別鼓吹 就在三月的時候 就直接訂了機票 幫我媽媽買來埃及這樣 就不管怎麼樣 我一定要 就是要刺激埃及的旅遊 儘管這邊暴動 然後革命 我還是要帶他來 然後也鼓吹我另外一個 失戀的朋友也來這樣 就反正就是他們 他們來之後 他們很驚訝說 我很了解當地 然後我帶他們看的 不是旅遊業的一個 只是觀光 而是深入大地的文化劇團 然後看當地的電影 或是一些 比較跟當地人對話的那種 的行程 然後他們就很高興 然後看到不一樣的埃及 對啊 還去住埃及朋友的家 所以其實我覺得 就某部分而言 是看你用什麼心態 如果你是跟旅行團 那你可能會 比較大失所望 對因為就很多部分 你會覺得 埃及很像都是 死愛錢這樣 因為愛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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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愛情愛情 愛情 愛情 我台語發的標準吧 愛情 對 所以這都是很多的那個印象 那你第二個問題是 原子皮對不對 對 好那是以前 對以前 我帶的衣服都沒有帶回來 就換東西啊 應該就是 忘記幾年了 對 滿久以前的 還超過十年 對 這是滿久以前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在革命之前 呃 你去觀光的景點 那你通常不只要付 那個門票 其實你有一部分是要付給那些警察 因為警察就會說 你今天入門費不只要付 你要付我 我幫你監督這個現場 就是勒索啦 警察就是你 他就是 換句話說 他就是 就是盜匪 對 他就是盜匪 就是意思啦 像金字塔他 他進去 如果你從後門的話 他跟商人 警察跟商人串通好 他開後門 然後那些商人 就付一些小費 或是怎麼樣 然後就讓 旅客從後門進去這樣 就其實 都是 都是很不好的 那 我只是說 他都要給小費 所以 為什麼原子筆會那麼 暢銷 是因為 可能當時很多人 他可能沒有 沒有帶足夠的錢 然後他就想說 用原子筆去交換 那 有一個說法是說 因為埃及人的筆 就是都很爛 因為都中國製 所以都會斷水 那台灣帶過去的是 品質比較好 然後又很多花樣 或怎麼樣 所以那時候就流傳說 欸你只要帶原子筆去 就好 但現在就換了 流行換了 現在是帶那個 那個 玉油巾 對 他們覺得好神奇 又是插腳樑 然後頭就不會痛了 還會醒著這樣 現在是帶 綠油巾 對 那 我是有試過啦 所以我沒有騙你這樣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那種 會發光的那種原子筆 就是你可以當筆 又可以當那個 LED 這樣 對 這個現在都已經 他們都不要了 對 我記得我第一次軍金字陶 我就是按照旅遊書說 就是五百塊台幣就夠了 結果我就被騙 花了三千六 然後那時候我真的 沒有任何一點 小費付那個 幫我牽駱駝頭的人 然後 我那時候說我什麼都沒有 他說 不行你就是要把你身上 只要可以給我東西 你一定要給我 你們知道我最後給什麼嗎 我午餐的三明治 因為我知道在當地買的話一定很貴 他一定是開啟美金賣這樣子 所以我就把我中午的三明治就給他了 那 那是另外一段插曲 我們Part 2再說這樣 好 請 呃對不起我比較沒有概念 就是說 以應你一個女性 然後身為一個旅者 你可以談一談你從埃及跟文萊的 文萊 文萊我們去很少天啊 然後那時候我第一次 所以我對文萊是沒有概念 那你可以講講你就是對埃及 你一個旅行者的心態 那在埃及你會感受 或者就是你建議我們沒有到過埃及的人 其實你可以講平靡 我沒有去看埃及 就是你一個旅者沒有到過埃及的人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好 那我覺得就我個人方面 我真是酸甜苦辣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當地的男性 就是性騷擾的狀況其實蠻普遍的 那性騷擾的方式有很多種 就是跟你用言語的性騷擾 然後一直說他的很雄偉等等 或者是你房間在哪裡 我晚上可以去找你 然後到說直接跟你說 欸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你反正你來就玩玩嘛 這樣 到就是說欸你要不要來我家當家教 啊反正我過去也有很多的外國女友 啊你要來就來這樣子 就是很多種語言方面的性騷擾 除此之外當然就是像摸一摸啊 然後親 有沒有親嘴啊 就是問個路他就是問完路 然後你跟他說謝謝 然後他會靠過來就這樣 就整個這樣 把你抱著這樣 那在公車上 送給你一張紙巾幫你 就幫你插啊 然後手就放在你大腿 就是很多種這樣的騷擾 甚至你走在路上 只是因為你沒有領那個人的回應 他就可以攻擊你 甚至就是這樣 或者是就是你穿越馬路的時候 因為在埃及是沒有紅綠德的 所以大家是隨意穿越馬路 我先講這個前提 隨意穿越馬路 所以當我隨意穿越馬路的時候 有一台年輕人的車子 他剛好頭就伸出來 然後看到外國人 就要這樣把我抓一把 就是有很多這樣的騷擾 其實我在埃及到第二年會又變那麼瘦 其實不只是影子上面 我覺得環境的那個壓力 就以我旅者的身份來說 是很大很大的折磨 但是我又被他深深的吸引 就是像我剛才報告的那些東西 我覺得我如果今天我沒有在現場 我沒有辦法去聽到人民的聲音 我沒辦法去現場看到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我沒辦法在短時間之內去 去知道說 同時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我透過媒體 我可能只會看到美國的說法 我可能或是偏向某一方的說法 所以我覺得那個文化跟那種 那種饗宴跟那種刺激是 又把我拉回去 所以我一直都活在很矛盾的狀況 尤其是當我離開的時候 我的朋友們都視我為家人 然後他們沒看到我的時候 就講不到五句話他們就哭了 然後一直哭到就是我離開的那一天 所以我一直就撐到 我想起來快哭了 所以一直到我到機場的時候 他的爸爸媽媽也是我為女兒 然後到最後一刻 我真的不想要接那個電話 因為我只要一接電話 我所有的那個 那種複雜的心情 我就會馬上流眼淚 所以他就 他一接說 欸媽你要再回來 然後眼淚就已經講不下去了 然後他們也知道 那一直到現在 我的那些朋友們 他們就會說 欸媽你什麼時候要回來 我們很想你 那希望你再回來 所以 因為愛情人他們那種 對於把你視為家人 你家屬的那種情感 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那是在我自己 可能在台灣 我自己 單打獨 我有家人當然 但是你跟家人 那種情感你不會擁抱 你不會問 這麼親密的問候 因為我們家沒有這種習慣 就是很禮貌這樣子 但你在那邊就是活在一個 把你擁抱 然後就是當成 就是我朋友 女生朋友 她如果媽媽買一條裙子給她 她的媽媽也會買一條給我 甚至她把我當成 就是爸爸還會比較疼我 她就說 我的親女兒都不回來 但是上帝給我另外一個女兒 所以 我覺得那時候 就很複雜的那種感情 就是 我又被 我又在當地 某種部分 我又被當成埃及人 因為會 說一點當地話 甚至比當地人 還要更熱情 只要有朋友來 我可以帶他們去任何的地方 只要你提得出來 對 或者是你想要去的 參觀的文化的東西 電影什麼 對 我都會自己亂跑 然後就都很清楚 所以當我的朋友 也就是你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你過來 要到埃及旅行的話 怎麼樣呢 你就直接E-mail給我 我就把我的 我記得帶我朋友的行程 妹給你 因為我會帶你去是垃圾城 然後死人城 就是 所有比較是當地 但是 你卻在當地人 當地的那些 人民身上 看到他們怎麼未生存 去追求的力量 甚至說去參觀一些文化中心 而不是就是去看博物館 就是看金字塔 然後拍拍照 然後就回家 因為埃及已經不再是過去 就是所謂的法老歷史 那些歷史很吸引人 那你可以在Wikipedia 或者是在那個書 你都可以看到 但是你沒辦法看到 是人民他們在那邊 是怎麼生活的 又同時怎麼受折磨的 所以當時我離開機場那時候 我心情很複雜說 我的朋友都還在那邊磨難 我現在居然回來了 因為我覺得台灣真的是 就某種程度 你下車你不用擔心 車子會突然衝過來撞你 然後你下車你不會突然 覺得空氣怎麼全部都是灰塵 然後你食物是你隨便 你要吃什麼就吃什麼 然後你去那邊的餐廳是 大部分都是 你買票之後就是要排隊 那排隊不是說 然後一號二號三號這樣排 是大家同時衝向櫃排 然後看誰手比較長 對然後去搶 就是大部分如果你在尖鋒期 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我覺得那種生活的 生活的那種衝擊是會 就是很大啦 對啊 那我覺得還是很值得 因為我的朋友去了 我的家人去 某種程度他們還是蠻喜歡愛基 對 那我可能預計明年一月 如果我又組成探親團的話 我可以再招募現場給各位 我決定 因為既然我跟愛基 接下了不解之緣 我也想回去看看愛基 就是又過了一年 那又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那就跟旅遊團不一樣的行程 喔對完全不一樣 因為旅遊團一定不會帶你去垃圾 但是前提是 的心理準備是說 不是像會有遊覽車啊 或者是隨時你肚子餓就東西吃 這樣子 等於是步行捷運公車 跟當地人一樣的生活方式 也不會出五星級 對也沒有五星級方式 對 對 好 好 我到時候行程出來 我再公告給大家 嘿嘿 請 想要請問說就是 愛基那邊的公務人 像台灣武功那種 然後考公職嘛 所以他們軍人警察老師 他們當初都是怎麼進去的 然後現在的狀況又是這樣 那他們怎麼進去呢 他們都是家族成員進去的 假如今天是銀行的行長 那你的兒子也會成為銀行的行長 對 就是他是一派成體 一體成型的 沒有在革命之前是這樣 在革命之後呢 人民就抗議說 你必須要釋出公務人員的那個名額 但是還是沒有 那 當初在解放廣場的那一棟 很雄偉的大樓 就是所謂的公務員大樓 然後裡面養了五千名 就是專門就是偷懶的公務人員 那我每次去那邊辦簽證 他們都 如果你不給小費 或是 或是那個 賄賂的話 他們都不理你 你的檔案 他就跟你說 下禮拜再來 下禮拜再來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年去埃及的時候 我每次辦簽證 我辦了半年 我每兩個禮拜 一個禮拜去 他都說下禮拜再來 下禮拜再來 下禮拜再來 所以我不知道公務員到底 下禮拜會是什麼時候 所以 所以總之 目前的狀況 基本上 沒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 人民光是爭取那些他們的權利 都來不及了 他們不會去管公家體系怎麼改革 他們要的是他們的權利 對 還有問題嗎 請 請問 你認為 自由 尊重 和平的世界 真的會出現嗎 在埃及嗎 不一定在埃及 這個問題好大 在場的每個位都可以回答 我覺得 我當初會到埃及 其實是因為我之前在東地問 就是在印尼旁邊一個小島 然後在那邊當了印尼人是狗 那在那一年的服務裡面 我們住或者是任何生活方式 是更辛苦的 我們廁所是沒有廁所 就是找一棵樹就是廁所 然後我們 我們就是摘野菜 然後摘木頭 然後去野外求生 但是那時候我們的朋友 我們事工朋友 我們就流行一句話 就是說 這世界有一群瘋子 那我們都在做同樣的一件事情 儘管大家說我們是傻子 但我們都希望這個世界會變更好 那這個世界會變更好 不代表說你要成為一個諾貝爾和平家 你要做很多很貢獻很良好的事 而是說你怎麼從你自己自身出發 在你的工作崗位去發一點亮 發一點光 所以我覺得 今天應該不是去 我不會去想說 那個世界會不會來 我會想的是我怎麼去做那些事 讓這個願望可以早一點實現 對 但是要有更多人去做 才會有可能成真的那一天 謝謝國慶大哥 因為國慶大哥是代表很多盞燈 這樣一個人發 對 好 請 那你好像帶媽媽去泰國 也要去 這部分是他的 對 他只有後面三片 對我是後面的偽作家也是 還有其他問題嗎 女生還有問題嗎 女生還有問題嗎 不好意思我想要問一下 就是 他們就是這一次那個茉莉花革命 是用那個facebook 對 可是我印象當中 那個埃及的基礎建設不好 然後他們網路也不是很發達 對 然後那個國家 政府不是也有掌控他們的 那個 就是媒體嗎 然後他們是怎麼形成 對其實就是要感謝這些中國商人 手機商人 都要感謝這些中國人 因為他們製造了一大批的劣質手機 然後雖然很劣質 但是能拍能記錄能夠錄音 然後上傳網路 所以基本上 在革命的過程前後就是 手機就開始大量的流行起來 每一個窮人到富人就是都拿手機 也就是為什麼中國商人會大批 湧入埃及 賣手機 對 所以透過手機 他們就開始就是去紀錄 那透過手機 他們就隨時跟說 欸 現在我在A廣場 然後警察聚集了 我們現在改為B廣場聚集 然後現在在西大道 由警察聚集了 那我們改成D大道 所以透過這些 手機網路行動的方式去聯絡 也就是為什麼 當初在革命中期 總統下令就是把所有的電訊網路 剪斷的時候 所有人就不爽了 那既然你主角我們 那我們就死給你看 就是用我們的身體 去跟你做對抗 我們不用怕你 我們不用奪你 我們就一起去面對你 那現在Facebook就 大部分埃及人上面就是隨時都會有 監督政府的一些新聞 或是嘲諷的新聞等等的 那時候革命成功的時候 埃及人就跟世界說 還有沒有人 還沒有國家需要我們 因為我們成功 我們要回家了 就是如果你們要我們 幫你們革命 現在趕快說這樣子 對他們已經不用透過 也某種程度 他們不用透過網際網路 他們只要到廣場 只要人民聚集起來 他們就是一股力量 然後這力量就會散播出去 對 那是在革命之前 從來不曾有過的 請問現在會利用軍隊來鎮壓嗎 對 因為那時候革命突然成功了 所以 所以當時軍隊他在革命的時候 他採取的是中立的立場 也就是讓人民相信 他是不支持政府 但也沒有去抗壓那個人民 所以在革命之後人民就很相信說 軍隊是跟人民一起的 你們可以在前面的影片 都可以看到 軍人就抱著嬰兒啊 然後輕嬰兒 然後跟人民擁抱啊 插藥 這都是假象 對 他其實主要的 那個目的就是 要去騙人民的那些信任 所以在革命之後 他們就握有所有的軍事政權 全部一手在握 然後他們就開始去做改革 然後把所有的權力都放在軍隊身上 所以人民就知道軍人是騙子 所以那時候還有很多細部的運動 就有一個就是說 軍隊是騙子的 然後就在全國很短的時間就擴散出來 所以當時我剛才給你們看的一個那個塗鴉 不是有富巴拉克 然後還有軍隊 對 那就是在諷刺說 人民已經不相信軍隊了 他等於是騙子 那 好 你既然提到軍隊 所以我還是要update一下那個新聞 那目前軍隊呢 在 在穆西總統的就是利誘之下 他已經下台了 對 因為當初 就是在上個月的那個辛亥半島 發生就是埃及的軍人被那個突然被射殺 然後這個行動導致就是全國人民很氣憤 因為他們就埃及人來說 伊斯蘭教是對抗所謂以色列基督教的一個立場來說 他們覺得人是以色列人台這樣子 所以但是總統並沒有任何的反應 所以人民就再度聚集起來跟政府說 你這個爛政府 然後不負責任這樣 然後當時政府就直接借機儆猴 就把軍隊說 好你今天是因為你軍隊沒有負好責任 導致你的士兵死掉 所以他就直接把軍隊撤下來 但軍隊當然不會這麼容易就放出他的軍權 對不對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他就跟他說 好今天我是用那個榮譽獎章讓你下台的 而且你變成我的顧問 你不必為革命這件事負任任 所以他在這樣的情況當然要下台 然後領了很多錢又獎章 又不用負行事責任 對啊然後當初最後選 因為總統大選結束之後 穆西跟沙貝克就是救政權 你們知道沙貝克現在在哪裡嗎 被抓了對不對 不是 他早在選舉公布的前一天就飛到沙烏地阿拉多 然後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 所以很多事情就不用說 其實大家都知道 儘管在政府公布說穆西當選之前 沙貝克人就說我們贏了 我們贏了 然後很快的等真的選舉結果一出來 然後沙貝克早就逃到沙烏地阿拉多 還有問題嗎現在幾點嗎 十後九點半齁差不多了 好那非常謝謝大家的到來 那我們可以造一張口罩嗎 因為今天是我分享埃及革命的處女秀 非常謝謝各位的捧場 對對對 我現在就要組沖沖 他回台灣滿一個月 第一次這麼完整這樣 因為大部分時間是講整個國際志工的服務歷程 還有我在埃及主要的工作目的 我不是去參加革命 我是在做志工 革命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那他本來要做的不是這件事 但我還是有在做那件事 不要這樣我不是玩跟革命而已 我還有在做事 他後來因為埃及人有時候比較樂和一點 他有時候進辦公室發現大家都還在泡茶看報紙 所以他後來就跑去學阿拉伯 學完以後進辦公室剛好大家準備辦公 這樣子 所以他 我那時候就問他說 你都已經快回台灣了 你幹嘛現在才去學阿拉伯文 他說因為準時去辦公室沒有人在工作嘛 那我乾脆利用時間去學阿拉伯文 才多一項那個能力 什麼樣的志工 我是在那邊 我的組織是防疫愛吃病 然後我們協助一群性工作者有職業技能 然後我負責陪伴那些性工作者的孩子 那也去記錄就是性工作者怎麼被 然後我第二年是在平民窟 在學校做教育 帶領小朋友這樣 辦應對 這是我主要的生活 但是我下班很忙 就是我要去廣場 我要去參加文化活動電影展 這樣 對 豐富我自己的生命 好 那我們二話不說 趕快來合影吧 我覺得相機有點難進去耶 沒關係 那我們在這邊好不好 好 各位可以移動嗎 好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這個 影族 努力在 這補給你做的 阿 師傅我聽一下 要去最快樂吧 可是想要照相的就 對 預告 10月10號是什麼時候 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那個 Wiki和那些什麼 平均 對 還要來了 平均 對 Wiki和那些什麼 平均 對 阿對 今天 台灣國出事 比一年比較久了我就唱 軟劇團 希望不會軟掉 然後你拜六 中廟的 跟環境移動有關係的 媽祖禪的 在台灣國出事 拜六 來過來 有一點點的